好,我們現在開始這個《釋經討論會》, 我們這次是用《科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第十七節開始的。 若全身是眼,從那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呢? 但如今神除自己的意思,把肢體驅隔,國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個身體,身子在那裡呢?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好,這裡說到,如果全身是眼,從那裡聽聲, 全身是耳,從那裡聽聲呢? 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呢? 即是說,如果只是一個功能的話呢? 我們就不能夠做到神想我們做的事了。 然後呢? 在十九節那裡說,若都是一個身體,身子在那裡呢? 即是如果全部都是一個姿體, 譬如每個人都有口,每個人都有手, 那根本就不會是一個身體了, 身體一定是有不同的部分配搭的。 但如今肢體是多,身子卻是一個。 雖然我們有很多肢體,但身體卻是一個。 第一節繼續,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理,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理。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小的。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 越發吸他加上體面。 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好,這裡就在二十節那裡。 二十節那裡講到,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理。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理。 即是說,我們不能跟任何一個頂章說, 你沒有什麼用啊。 你不能做到任何事情啊。 所以呢,我不需要你了。 即是我們不能這樣做的。 我們不能排斥任何一個頂章, 因為她的才幹不夠,她的能力不夠。 不單是外面,不要排斥,是裡面啊。 內心啊。 因為有時候呢,有些人會這樣的。 即是心裡面呢,就覺得有些人沒有那麼重要啊。 就會覺得呢, 即是不用這麼理會這些人。 以前我在一間教會裡面呢, 我就很多時候呢,發覺呢, 她的教會裡面呢,有一個人呢, 就是我聽人說,她就是奉獻很多啦。 那麼她很多時候呢,就上台呢,去分享啊。 但是她分享呢,都是感覺呢, 是好像誇耀她自己那樣的。 那麼,就是好像呢,這個肢體呢, 就比其他肢體更加強啊。 那麼其實呢,是帶給人一個, 帶給人一個不好的感覺的。 因為,好像呢,她呢,就特別重要一些。 其他肢體呢,就沒有那麼重要的。 那麼這個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那麼另外一種情況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我們會見到一些弟兄姊妹啊,很軟弱啦。 我們見到她很軟弱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覺得,啊,這個人, 真是很難搞啊,幫極都是這樣的。 真是不耐煩啊。 那麼我們都求主幫助我們啊。 就是說,見到有人有軟弱。 見到他們呢,很多問題啊,這樣。 我們都是說,耶穌都會耐心帶領她。 我都會耐心去帶領她。 那麼,那可能她也不會這麼快改變的啊。 那麼,但是如果我們不耐煩的時候呢, 就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啊。 那麼這個嚴重後果是什麼呢? 這個人覺得被排斥。 即是覺得呢,沒有人喜歡她啊。 沒有人看起她啊。 覺得呢,她是不重要的。 是可有可無的。 那麼,其實呢,對於那個人是難受的。 還有,令到她不想參與在教會裡面。 令到她呢,不想投入。 那麼,這個不是神的心意來的。 神的心意呢,是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身體裡面呢, 都是被看重的,都是被關顧的。 那當然啦,我們關顧不是,即是說經常都是人呢。 就說,啊,你你你永遠關顧我啦。 人應該學習。 啊,關顧人,也都能夠有頂子互相關顧。 啊,支持,這個是最好的。 其實任何的人呢,都需要人的支持。 或者在人的支持之下呢,他會更有力量的。 就是說,譬如說,一個人侍奉的時候,它所有人都會反對他的。 對他一點,是沒有任何的支持。 支持就可以是就是一個笑容的。 或者是留心聽他說的話。 啊,這個都是真正的支持來的, 當然我們可以嘗嘗出來的。 嘗嘗方是令到人們可以碰咕,我不是孤單作戰。 那其實這個會 los就令到侍奉的人呢,更加有力量。 当然,侍奉的人也要学习,不要依靠人的支持, 无论人是否支持,都是一样满有动力, 这样,他的生命是更大的发挥, 就是说,他一方面,他自己不用依赖人的支持, 他是依靠神的支持, 另一方面,人的支持是令到他觉得他的工作,他的侍奉是有果效, 就是令他觉得不是白做,这些人真的有改变,真的有反应, 是令到他觉得有帮助的, 这个对于那些侍奉的人,或者比较有力量去帮助人的人, 我们都应该支持,何况是那些软弱的,我们更加应该支持, 但是呢,帮助软弱的人是容易令人气馁的, 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帮助,他们总是有很多软弱, 当然我们都会分辨的,就是说, 譬如有个人,他完全不肯改变, 他只是想别人关怀,完全没有任何的愿意改变, 愿意改变和过去, 这先讲到,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人, 他是想改变,不过还没有那么快改变, 那我们就需要学习耐性了, 耐性就是问他, 你知不知道如何建立同神关系, 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用时间去亲近神, 我们给一些指引他, 是有清晰去做什么的, 譬如说,好,你今天, 你每天会不会用时间去亲近神, 去祈祷,去看圣经, 去处理你的生命, 那如果他想接受帮助的话, 他是有责任去, 去尝试去改变的, 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来的, 那如果他不愿意的时候, 他只是说,我只想听, 我不想,就是我只想你听我说话, 我不想去做,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 就是想别人听你说你的问题, 而你不肯改变的时候, 始终离不开那些问题, 你始终离不开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不会离开你的, 那你想不想处理到你的生命呢? 你想你的生命提升呢? 那他想的时候呢, 他就起码去愿意行动, 那愿意行动的时候, 可能他改变不太快, 可能他改变很久, 但我们依然是有耐性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在神里面的耐心, 就是说, 我不计教他有多少改变, 他总之他尝试改变, 他尝试做他应该做的事, 那已经是好的了, 他是在进步, 虽然他是很软弱, 但我依然接立他, 并且尝试帮助他, 当然放多少时间在他身上, 这是我们的选择, 就是智慧的选择, 就是说, 有些人他负责的努力可能是很少, 那我们不需要放很多时间在身上, 那如果有人真的想改变, 虽然他改变得慢, 他真的努力改变, 那我们再问他, 就是给他一些功课, 就是说, 好了, 你试试下一次, 有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在心里面跟自己说, 这个人伤害我, 这些是不好的说话, 我不需要吃这些垃圾, 我可以放手, 那他愿意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说, 你试过有做过, 有没有试过做过? 试过, 有试过, 你试过, 就是给他一些清晰的指引, 和清晰的功课给他, 那他有改善的时候, 有的那么多改善, 我们就说, 这个人呢, 他是尝试改变的, 他是有付出代价的, 那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帮助他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完全只是想让他听他说话, 那我们都一样可以帮助他,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放的时间是我们可以选择, 放多少的, 就是比如说, 耶稣, 他放更多时间在十二门徒身上的, 他因为呢, 就是知道将来, 建立教会就是十二门徒为主的, 那所以他放更多时间在十二门徒身上的, 那我们是可以选择性, 将时间放在那些更加愿意的人身上, 就算那些人软弱也好, 他愿意的时候呢, 一样可以放时间在他身上的, 那当然呢, 以整个策略来说呢, 那些真的有心, 是肯付出代价, 并且真的呢, 是, 他会记得, 需要怎样处理, 有些人呢, 他就一会儿又处理, 一会儿又不记得了, 那他又记得, 他真的付出代价去改善的时候呢, 这个人是有潜质的, 有潜质的人是应该放更多时间在身上, 但是不代表我们忽略那些, 没有潜质的人, 就是潜质很弱的人, 那我就先说出, 就是说一些, 首先我们看重每一个弟兄姊妹, 任何一个肢体在身体里面呢, 都是重要, 都是宝贵的, 我们就不会因为她的软弱, 我们就忽略她, 我们会有耐心地去帮助她, 而找出她的问题在哪里呢? 譬如她完全不改变的, 那她的问题就是完全不改变, 那我就会交回一个功课给她, 她改变就算改得慢, 那我会欣赏她自己有做得好的地方, 我也会告诉她, 她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步, 有什么地方可以留意, 那她也会告诉我, 那些地方她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进步, 那有进步的时候呢, 我又叫她欣赏自己, 我又欣赏她, 那这个就是说, 对于一些软弱的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属灵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呢, 就是有耐心和有智慧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放更多时间去身上, 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她, 那也都当然我们是可以, 就是把那些工作分配, 不一定是我们一个人做完的, 就是不同的人都可以关心她们的, OK, 关于我以上说的这一点,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呢? 就是说, 对于不停的人, 有些是不肯改变的, 有些愿意改变, 但是他改变很慢的, 在第23节那里说到, 是22节那里, 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笑的, 就是说, 有些我们身体的部分, 我们身体的部分, 人是看为软弱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是比较软弱的, 就是不能够撞击的, 那么我们呢, 就更加呢, 是会照顾它的, 就是说一个, 我们不会说, 啊, 那只眼睛, 你为什么这么没用的, 你这么脆弱的, 啊, 我真是让你不相信, 就是我们不会这样的, 我们会说, 眼睛是这样的, 那我们呢, 就会, 照顾我们的眼睛, 我们会保护我们的眼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身体都会做的事情的, 那所以, 啊, 人以为软弱的, 更加是不可笑的, 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有软弱的人, 我们都去, 有软弱的人, 我们都一样接立他, 而是, 都是重要的, 我们身体不同的部分, 有些地方是比较软弱的, 但是呢, 我们都会保护他, 那同样呢, 我们对于, 我们身体中有一些, 啊, 软弱的弟兄姊妹, 就是, 教会之中, 有弟兄姊妹是软弱的, 我们都是不可笑的, 是可以说呢, 令到人更加去, 学习去, 去, 关顾他们, 学习去, 关心他们, 啊, 也都呢, 这些人呢, 将来都可以帮助那些有软弱的人, 那这个呢, 在身体里面, 在教会里面, 有不同的, 軟弱的人呢, 我们都去, 不要觉得他没用, 不是, 就是, 不是整个教会全部都是最强壮, 他强壮才是最好的, 那当然, 我们想每个人都强壮, 但是, 他总是有他的, 就是有些人, 他那个, 本质和有些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容易受伤害一些的, 那有些人是会能够, 处理自己的情绪啊, 强壮一些的, 那这都是我们, 就是接受, 有人不同的能力, 那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说过的, 主题呢, 就是说到, 就是我们身体, 我们不能够对某些软弱的人呢, 觉得好像不需要他, 觉得呢, 这些软弱的人呢, 是不重要, 我们呢, 是, 深信, 神在每个人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神都可以用他们的, 神可以, 啊, 使用他们的软弱, 让他们成长的时候呢, 第一方面就有其他人操练去帮他们, 第二呢, 他们本身将来都可以帮助其他人的, 有时有些软弱的人他说的说话呢, 啊, 有时他说一点, 分享他自己的改变呢, 都能够鼓励其他人的, 那所以我们学习就是说, 我们怎样看那些软弱的人, 也都帮助他们的时候, 是给一些功课他呀, 这个功课可以很简单, 就是说, 好了, 你可不可以每天用, 简单一点的功课, 或者呢, 当有人说你, 譬如有个人, 今天就伤害你了, 我们想起这个人, 你可不可以这个人呢, 他说的说话, 你尝试去处理, 你告诉我怎么处理, 我已经解释给你了, 这个人今天又告诉你,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 重要的, 他伤害我, 不重要的, 他说的说话, 尖酸黑薄, 不重要的, 因为他伤害不了我, 神会给我的, 我能不能将这些观念, 逐步逐步逐步放在心中, 那如果能够的时候呢, 我们就欣赏他了, 那可能他要一些时间, 那我们也欣赏他, 因为他需要时间, 但是他慢慢的, 好了,以前呢, 就要几天的, 那现在呢, 可能呢, 几个字的, 那慢慢呢, 几分钟的, 就是, 遲些几秒钟的, 那慢慢进步了, 那就, 我们就欣赏他, 他的进步,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给一些清晰的功夫, 这是一个方法来的, OK? 好,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来到神面前, 那你们可以站起来, 我就不可以站起来, 因为这个镜头在这个位置, 我们一起投入的, 爱慕神,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神你爱我们, 你体重我们, 关心我们, 你和我们一起, 神你真美善, 主耶稣, 你体重每一个人, 无论这个人有多软弱, 有多少问题, 有不同的强项和弱项, 求主耶稣恩代联敏我们, 赐给我们, 内心, 爱心, 忍耐的心, 接立的心, 去关心这些人, 去建立他们, 也有智慧如何帮他们, 就是给他们一些指明的功课, 让他们进步, 让他们进步, 他们没有进步, 不要紧要, 他将来再进步, 继续努力的时候, 我们就欣赏他, 我们都欣赏自己,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成长, 感动我们成长, 我们就感谢天父, 感动我们成长, 我们就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感动我们成长, 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 还有别人, 其他弟兄姊妹, 都是神官面上的宝石, 神眼中的同仁, 主耶稣, 我知道你深深爱我, 我, 主耶稣, 我知道你深深爱我, 我的神爱无理,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 本面上的宝石, 也是你, 眼中的导人, 我的神连给你, 完全属于你, 主耶稣, 主耶稣, 我知道你深深爱我, 我的神爱无理,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 背面上的宝石, 也是你, 眼中的同仁, 我的神连给你, 完全属于你, 我是你, 背面上的宝石, 也是你, 眼中的同仁, 我的神连给你, 完全属于你, 多谢天父, 我们是你, 冠冕上的宝石, 是你眼中的同仁, 你所看重的, 每一个人, 就算是软弱的肢体, 在这个身体, 也是不可缺的, 在神的家里面, 也是不可缺的, 所以我们就珍惜他们, 也任何软弱的弟兄姐妹, 都跟自己说, 我是神所珍惜的, 我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希望,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前途, 而是深信, 我有少少的改善, 我去尝试亲近神, 我真的做一些功课, 就是我会用时间亲近神, 我会用时间去思考, 去反思我如何受人影响, 我需不需要受他影响呢? 他说的说话, 为什么这么影响我呢? 我可不可以放手呢? 我可不可以计较, 接立他们的软弱, 接立他们的怒气, 于是我们就说, 不要紧的, 他说的说话, 神会难阻去伤害我, 我不需要受这些说话影响, 因为神会看重我, 神会祝福我的, 神会加力给我的, 所以我要轻松, 开心, 快乐, 逐步逐步进步, 那我们就欣赏自己的进步, 我们的努力, 神就欣赏我们自己都可以欣赏的, 主耶稣帮助我们, 在这一刻, 都想回我们, 和你的关系是怎样, 我们有没有地方有破口, 我们有没有埋怨你, 不信任你, 你心里面对你有负面的思想和感觉, 求主帮助我们, 喜悦神, 神真是很好的, 全世界没有人像你那样好的, 你那么爱我们, 你差异耶稣为我们死, 你差异圣灵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犯罪你都依然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你真好, 神很多次我们得罪你, 但你没有放弃我们, 你依然很耐心, 求主帮助我们, 建立和你的关系, 也深信我们一爱你, 你就会欢喜, 我们一爱你, 你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 当我们亲近你, 遵从你的仇, 你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就结出果子了, 所以我们走你的路是容易的, 我们做在主的顶身上, 就算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为主做的神一定会欢喜, 求主帮助我们, 去真是发挥生命, 也都不需要受人影响, 有耶华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我不需要背着人的伤害, 人做过的不好的事, 我学习一步一步, 去将这些人所说的说话, 是扔掉它, 不需要思考, 有人说我们没有用, 有人说我们没有知识, 有人说我们, 比如说广东话的口音不够准确, 不重要的, 这些不重要的, 没有所谓的, 神能够使用任何口音的人, 去祝福别人的, 我就可以放心, 相信, 神你是看重我们, 我们是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的, 我就不需要受那些, 在罪中受罪影响的人的怒气影响, 我不需要让那些人, 他们心里面是很多愤怒的, 影响我们, 我们可以放手, 我们深信我们的宝贵, 而当我们放手, 我们欣赏自己, 我有进步,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我有进步, 是神你的恩典, 大恩帮助我, Aleluia És OK îtó Tas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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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luia Tassén Tassén Aleluia Tassén Tassén Aleluia Qító Té Én Tassé Tassén Aleluia Tassén Tassén Aleluia 得盛,得盛,得盛,哈利路亚,基督已得盛, 哈哈哈,多謝天父,基督已得盛, 当我们主祢生命,我们亲近神也开始得盛, 求主帮助我们活在平安喜乐,时时得力,时时开开心心, 时时满足快乐,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主,多谢祢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 在主的身体里面,任何软弱的肢体都是不可小的, 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 觉得自己好像不及别人,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不可小的, 我们不要看小自己,我们都是宝贵,都是重要的, 神眼中的同仁来的,神观面上的宝石, 我们就深信我们是宝贵,我们就发挥生命,处理生命, 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哈哈,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的大恩,祈祷奉主耶稣,圣明,哈利路亚,哈哈哈, 好,有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帮过一些人,有些真的帮了很久, 他都是在他的问题里面,那应该怎样呢? 譬如每次打电话来,或者见到面,都是讲他的问题, 其实讲来讲去都是那些问题,那应该怎样帮到他们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给他功课,因为基本上把波交给他,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每日想我帮助你,我乐意帮助你, 那你,如果只是我帮你,你不改变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就是,这个都是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改变是来自本身的, 别人只是扶着他而已,就是我用个例子,好像踩单车那样, 那些人自己踩单车,那有人扶着他,他会比较容易的, 他都要继续踩的,他不踩,怎样可以呢? 所以我就,你可以用这个比喻跟他讲的, 就是好像踩单车,那你现在踩单车,我就帮你, 那你扶着你,你跟着踩吧, 好了,那你可不可以开始,每日, 譬如我们给每个人不同的功课, 有些人可能很软弱的,好了,五分钟吧,五分钟, 五分钟亲近神,看圣经祈祷,听诗歌, 那当然五分钟就,如果听诗歌就不行了, 所以他起码看圣经祈祷,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十五分钟这样,好了,你每日都做这件事, 然后呢,他受影响的地方,那些人, 那他分开几条问题,可以我们几条问题问他, 这些人有没有改变过?他一直都没有改变, 那就是说他们被什么控制呢?被罪控制, 那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受影响呢? 那这个第一,在心里面说服这件事, 就是叫他自己说出来, 那这个人一直都没有改变, 是容易伤害人的,任何人他都伤害, 那我需不需要,就是他需不需要继续被人伤害呢? 因为那个人根本是容易伤害人的, 那第一点,他相信,这个人是时时都伤害人, 所以我不需要神的影响,第二,我们是不是宝贵的? 神是不是宝贵? 即是续点他相不相信? 那他相信了他是宝贵的,神看中他的, 然后这些人说的话, 是不是在神的国内有权并有能力? 没有的,这些话语是没有权并, 是不好的东西,是垃圾来的, 那我们就开始不吃了, 那不吃可能他也吃一点的, 那他可能需要时间去慢慢改变, 那开始就是, 不去重复说那些人做错的事情, 而是说呢, 我就是教他说的, 其实我们可以写一些, 将我刚刚所说的写成文字, 就是说呢, 我呢, 宣告这些人说的话, 不是真理, 我不需要吞了他, 我不需要思想, 我可以放手, 而我呢, 可以继续相信什么呢? 即是不吃垃圾, 就吃什么呢? 神的允许了, 神爱我, 神看中我, 我有改善, 神就帮我了, 那能不能够圆宴每日, 用一些时间, 当一有人被人影响, 立刻处理, 那我们再问他, 上一节讲过那些, 你有没有尝试处理? 那他有尝试处理, 我说, 多谢天父, 那你有没有进步? 那他说, 没有, 不要紧要, 哪里不进步? 那你试试进步吧, 哪里有进步? 感谢神, 我欣赏你, 那你继续再进步, 即是这样给了功课, 和指明有几点, 去处理的, 那我再重复那几点, 就是说, 神看出我们, 第二, 那些人是不是改变? 即是那些人有没有改变? 或者有些人呢, 他也是基督徒来的, 他有好的地方, 不过他也会有时脱漏, 会骂人, 傷害人, 那我们接受他, 仍然有一些弱点, 那人都有的, 我们个个都有的, 那我们接受的时候, 就说, 他好的地方, 我们接受, 但他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用接受, 那他要学习, 不好的地方, 不要接受, 第三, 就是不要吃垃圾了, 第四, 就是吃神的恩典, 就是四点, 就是说, 第一, 神是建立同神关系, 第二, 就是那个人是不是有改变? 我需要吃他的垃圾? 第三, 我清理垃圾, 第四, 我吃神的好的东西, 那我就开始, 活在平安, 喜乐之中, 那他尝试改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用多些时间, 继续帮助他, 但有些人说, 我不想说这些, 我不想听这些, 我只是, 想告诉你, 我怎样惨, 那他一直重复说的时候, 我就说, 好了, 我想问你, 你可以做什么? 始终带回他, 他可以做什么? 那如果真的有人, 每一次, 只是什么都说, 我想你听我说, 我只是告诉你, 你不要教我做什么, 那我们呢, 是可以告诉他, 那我想你反思一下, 我才会用更多时间帮你, 就是这个呢, 因为, 不是我们不想, 是他不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需要无限量地去, 去听他的问题, 就是他一说问题, 我们就说, 请你, 说一下你可以做什么, 立刻说一句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 请你, 说一下你可以做什么, 嗯, 所以我不想想这件事, 那我就, 那我就, 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我想听的是, 你可以做什么, 嗯, OK, 因为我们不是无限期的, 要听人诉苦的,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责任, 去无限量地听他诉苦的, 但是我们都是, 建立对他的耐性, 就是给他一些功课, 那么他少一点进步, 我们也要欣赏他, OK, 好,你继续说, 如果他说, 譬如你给他一些功课, 他说他做不到, 他说他没有时间做, 接着, 因为减减什么原因, 那怎么办呢? 那些功课不是难得很重要的, 就算他洗碗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做的, 洗澡的时候, 借美神都可以的, 是吧? 洗澡的时候, 他在想一下那些人, 我是不是需要吃垃圾呢? 是 这个我觉得, 不用要特别的时间, 只要, 也都可以在你眼前, 就是在我们这个, 和他聊天的时间, 好了, 我现在上来, 我们可以将那些功课, 写成几点, 几个问题, 好, 你现在试试说, 第一点, 你是不是深信, 神爱你, 神会帮你, 你建立和神关系不难的, 然后那些人是怎么样, 他宣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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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慢会进入心了, 就是他一说出问题, 我们就将他转移话题了, 譬如他今天, 说一个新人物, 昨天说了A, 今天说了B, 好了, 要去宣告, B说的说话没有权并, 要跟我说吧, B说的说话没有权并, 我不需要吃B的说话, 我需要相信圣经的说话, 圣经的说话是什么呢? 就让他根据他, 深信神的说话, 嗯, OK, 嗯, 好, 好,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说一些例子? 可以, 譬如, 譬如有个人说, 他在公司受人迫巴, 有个人搞些是非, 令到其他人都不喜欢他, 令到他很难享受, 变成他每天上班, 他就很惨, 就是杯葛他, 怎么说呢? 总之就是有一个人是带头的, 那个人就常常给他说话听, 或者是故意刁拦他, 或者走过, 有些眼神, 动作, 他就觉得很难受,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辞工, 那应该怎样, 怎样帮助他呢? 他真的在一个困境里面, 就是觉得那些同事, 就是, 就是围难他, 或者是, 这个叫什么? 就是, 集体, 不认识那个, 他知道集体对他不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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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种情况呢, 集体杯葛, 就是整个公司都集体杯葛, 第一, 他都需要反思, 他自己有什么行为呢? 是引致人集体杯葛的? 我当然跟他谈过这件事, 但是他觉得自己, 我对人又很有礼貌, 我又特意帮助他们, 某某人, 或者某些人, 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会这样帮, 就是会这样做, 会不会他经常做错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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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那些东西? 做错事啊? 他那个人没有说出来, 就是我们不能够去判断, 不能够去问他的, 是啊, 就是他没有说出来, 我们不能够去判断他的, 因为这个估计而已, 我会这样说的, 我会这样问他, 好, 那你在教会和人的关系是怎样? 在家庭和人的关系是怎样? 他就是觉得没有问题啊? 他就是觉得没有问题啊? 所以, 就是, 那个问题就是, 比如, 就是问他, 形容他在教会的, 和人的关系, 那, 譬如他在教会呢, 人制关系很好的, 真的很好的, 他有关心人的, 就是他有没有关心人啊? 他真的有做, 那他在公司呢, 都是这样做法, 那时候呢, 可能那些人, 因为他是基督徒, 所以排斥他, 那, 可能他在那些不信的人中, 太多说耶稣了, 我们要向人说耶稣, 不过需要智慧的, 什么时候是适合的时候, 这是智慧来的, 就是, 人们明明抗拒, 那些人都不相信的时候, 我们越说越抗拒, 那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他在教会, 和人的关系都不是那么好呢? 就是, 有时候呢, 因为他不懂得去聆听人啊, 关心人啊, 和人建立关系啊, 因为我们都要学这件事的, 我们不是和人交往, 全部都是说耶稣的嘛, 就是我们见到教友都会问候他, 关心他的情况啊, 他说的问题, 我也记得, 这些都是一些人际关系的方面, 那你可以问他人际关系上是怎样啊, 你能不能跟人溝通啊, 能不能够聆听人啊, 回应人啊, 在这些方面去建立他,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他公司那些人, 已经对他不好, 那他可以怎样做呢? 那两件事可以做的, 第一呢,就是, 那些人既然是继续伤害他, 他是, 就是, 就是尽量去不计较了, 那如果真是个个都这么, 原因的, 就是个个一起对付他,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杯葛, 是不是就是, 他招呼别人都不招呼他呢? 那这个都很, 就是我觉得是很离谱的, 那虽然有事都可以发生的事, 但是, 我觉得, 不是个个人都会一起杯葛他的, 那到底他有没有夸张的情况呢? 是不是就是, 没有一个人是对他有些好的回应, 就算是早晨, 就是他跟人说早晨的人都回应回他, 那如果有的, 他就从这个人开始了, 那其他人呢, 他就没有计较, 但是依然对他们说好说话, 依然是去说早晨, 关心他们, 对他们微笑, 那有些人我笑不出了, 那这个就是得性了, 我深信我是宝贵, 我深信他对我负面的感觉, 或者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我不用介意, 那我呢, 喜笑呢, 我不是笑他, 我是开心笑, 微笑, 他是, 神是欢喜的, 神会为我开路的, 于是我就会, 看到人我都立头, 微笑, 在适当的时候, 请人吃吃东西, 和人聊聊聊天, 有时聊聊天, 我们都要学一样东西的, 就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未必喜欢的, 比如说, 我去打球, 有时有些人都会说, 看足球, 我又不看足球的, 不过我都可以, 参与一下, 令到人觉得, 我不是好像, 和人好像全部都断了, 这个也是一个, 学习和人沟通, 或者有时有些人说一些问题, 我们都会回应他, 说的时候都不会教他, 有些人一教他就不行了, 比如有些人说, 哎呀,很辛苦啊, 那你们早睡点吧, 那你们去做一下运动吧, 那些人听完就不喜欢听的了, 有时, 有些人的行为本身, 他不知道如何和人交和, 这些是需要处理的, 还有, 他就学习, 那些人依然对他不好, 不要理他, 对他好, 但不要介意, 就清理垃圾, 第三, 就是我都, 建立一些愿意的, 起码都跟我临头的, 都肯招呼的, 那我, 关心一下他啊, 做一些好的事啊, 有时约着人吃饭啊, 聊聊天啊, 那这些都是会建立关系的, 那这些就是一些功课给他做, 我就觉得呢, 不会有个人呢, 跟人关系, 每个都好的, 回到公司呢, 就个个都针对他的, 就是这个是, 我觉得是不会发生的事, 我想回应一点点, 那个人那间公司, 的人数是多啊, 还是只有十几个? 有多少, 正确有多少个呢, 我就不太清楚, 都不是说很多的, 因为他是政府部门来的, 他其实是初头进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那他当然说了一个原因, 可能是那个原因,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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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是百多人的, 每个都杯葛他呢, 那就很可能是, 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但如果那间公司呢, 那个部门很小的, 只有十几个人呢, 其实呢, 可能是未必的, 他自己说了一个原因, 但我觉得他都有悔改, 都尝试对人好啊, 做好自己, 但有时的公司文化, 他一进去的公司文化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进去之前的公司文化就是,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 是, 每次我想问他, 什么叫杯果? 是不是排斥了? 排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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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司就是有排斥的文化, 是一个文化, 那如果是, 就是今次就是针对他啦, 那可能他走了之后, 或者他进去之前, 其实都有个人呢, 去做这个排斥的, 而另一些人呢, 就因为有了小圈子嘛, 那他不会去理解, 就是可能是没有理解到这件事呢, 就听了, 那个制造谣言那个人, 就一起排斥了, 他根本上就没有了解过你个朋友, 是个怎么样的人, 总之他听到谣言就信了,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嗯,嗯, 嗯, 就是这样, 就是要, 就是公司都要自己祈祷啦, 求神帮助自己啊, 这样, 以及求神启示自己, 还有没有些东西要改善的, 那如果真的自己改善了, 那别人都是这样, 但是都是, 我们都是控制不了, 虽然那个感觉, 就是很孤单, 很辛苦, 但是, 我们自己都, 要靠着主, 继续祈祷加力量, 因为不靠主呢, 就更加悲惨的, 那个心灵状况, 那么, 看看他可以, 就是, 持续到多久了, 就是有时呢, 是, 就是可能几年时间呢, 如果他真是顶不住这个文化, 可以考虑转个环境咯, 嗯, 好啊, 麻烦了, 拜拜。 好的, 还有没有人有, 有什么东西, 再问一说, 好的, 祝福大家, 主与大家一起, 帮助我们得性有余, 也都赐给我们智慧, 如何去帮助人, 帮助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们有责任自己去, 处理他的问题, 建立同神的关系的, 谢谢天父, 也都求主医治我们每一个, 我们当中有些可能都是有些受伤害啊,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放手, 伤害都一定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不介意那些伤害, 放手呢, 就一定对我们好的, 也都日日活在开心的状态, 整天都说, 神欢喜我, 我爱神, 神就欢喜的了, 神就喜欢的了, 神一定祝福我的, 整天这种状态, 因为我一天跟自己说很多次的, 我是特意刻意跟自己说, 等我说服我整个人, 信服我的潜意识, 我是神欢喜的, 我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牧师所以神欢喜, 总之每一个人听神的话, 神就欢喜的, 所以我们多些跟神说, 神欢喜我的, 我听神说,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喜欢, 欢喜和爱有些分别的, 欢喜是有感情的, 神是欢喜, 是开心的, 祂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是开心的, 神会很开心的, 我爱神, 神很开心, 神很兴奋的, 我们这种心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会在里面开心, 有些人信神爱祂, 想祝福祂, 但是他没有想到, 神是喜欢祂, 因为祂而开心, 所以我们多些想, 神是因为我开心的, 因为我听神说, 神是很开心, 神看着我会笑的, 如果我有机会上到天堂, 耶稣在看着我笑的, 在拍掌的, 在欣赏我的,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呢, 我们的内心世界会开心很多的, 开心对于整个人都好, 心理健康也好, 身体健康也好, 因为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会受我们的程序影响的, 情绪也不好, 就立刻滞住, 就会塞住, 就不通, 人就会不开心, 就会引起痛症, 引起各种疾病的, 但是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什么都会通一点的, 那人更加健康也好, 心情也好, 更加有力去服侍神, 也更有自信的, 不开心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的自信的, 一个开心的人他会有自信, 神欢利我,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尚常活了这种状态。 好, 我来自民度的核心, 这是我商量 mantい小孩。 我这么做的, 如果我 füh怕, 尽并什么难道張权, 一时在大学。 我看下来, 甚至会有尽快乐, 好, 嗯, 你喜欢这个状态, 你喜欢的态度, 太大根了, 你喜欢头币, 让我认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